車場展示間 男子戴口罩隔著玻璃高舉紙板 板子紅紙黑字寫下 歡迎光臨 請問要來買車嗎 接著翻面 翻到另一面 用19個黑字寫下 員工旅遊剛從武漢回來 要接廁所的可以考慮隔壁 在大動作抖掉紙板的嚇人 雙掌用力拍玻璃 頭部歪斜 全身發抖 假裝自己是隔離患者 下方留言一片踏乏 認為武漢肺炎正在封頭 他玩笑開過頭 但也有人信以為真 引起了不少恐慌 第一時間 男子將影片下架 認錯道歉 沒什麼客人 就比較無聊 然後就其實看最近的 武漢肺炎也蠻嚴重的 就只是想搏軍一下 先呈現一下 我們沒有出國 良性男子是南投一間 汽車營業所業務 他說過年期間客人少 一時好玩才會拍片 沒想到掀起那麼大的恐慌 而衛生局要查 影片的內容及當事人的動機 還有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 會請當事人來進行意見陳述之後 我們會進行綜合研判 南投縣衛生局說 如果時刻一散播 依傳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開罰300萬元 而罰不罰還在研議當中 武漢肺炎疫情嚴重 因為一時好玩拍片 讓民眾陷入恐慌 簡直把無聊當有趣 記得曾偉祥陳述張志凱